9月1日国产航母二次海市卫星图目前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,上周完成第二次海市,现在已经回到港口,接下来将进入信息通信技术测试后进入服役。 这艘航母在下水一年后的5月进行过第一次海市,在海军专家普遍的观点认为,新的001A型航母,将不持于2020年投入服役。 汉河防务评论在9月刊分析推测新的航母即将测试战斗群的指挥和控制中心,以及与军舰和飞机编队合列,力图尽快加入蓝水中国的海军,加强远程力量投射。 与上一个航母辽宁号相比较,新航母舰桥占地面积桥更小,可以放更多飞机,尤其是J15舰在战斗机,而有原电子相控阵雷达,将使航母看到千里之外的目标。 由如火眼金睛,中国航母即使航母的内部的图片在互联网上几乎不存在,西方专家观察到新的航母吃水线明显比辽宁号更深,说明新航母再有更多的飞行员和海员,更大的机库和更大量的宿舍,战斗力更强。 通计的角度来看,001A航母满载排水量,在72500吨,比其前辈信息和通信技术更先进。 中国航母总部位于多伦多的军事评论员平可夫在刊物中指出,在炎热的夏季新航母刚刚下水之后,大连造船厂已经开始建设下一代航空母舰的时候了。 这就是网上大肆炒作的电磁弹射器新002航母,而且它相信在接下来打造国内首个核动力航母之前,上海江南造船厂在江城舰002型航母的另一艘,002中国已经表明决心加快多种航母建设,深层的原因是辽宁号航母到服务寿命结束时只有10到15年了。 辽宁号航母前深瓦良格,后在1985年12月在加乌克兰开工,然后无前建造停工多年,之后在新千年之交来到中国大连,在京十年改造,终于服役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